当我们要点击这个添加按钮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打开刚才的那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打开这个窗口的话 把这儿调用的是dialog的open方法 我们呢先刷新一下这个面面 先启动一下 当我们点击添加的时候呢 它打开了这个页面啊 这个页面呢现在它是打开了 但是呢它特别的小对吧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需要给它设置一个宽度和高度 那我们在这呢把它设置的宽一点 然后呢可以给它指定一个标题 编辑角色 好现在呢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点击添加的时候呢 现在呢它这儿已经打开了这个页面 然后呢我们应该写两个这个提交按钮 在这个dialog的下面写两个提交按钮啊 所以呢我们写一个 一个呢这个取消的按钮 一个呢这个啊 呃是提交的按钮 好那我们可以写两个link button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写一个啊 提交再写一个呢取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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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提交按钮啊 它就在这了 那我们呢可以让它靠右边一点 那么再顺便调一下它的样式 好 好 好 哦 让这个按钮靠右 刷新一下 那现在这个按钮呢就放到这里了 那我们现在呢点击添加的时候啊 我点击这个提交的时候呢 是想把这个请求提交到我的后台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后台写对应的方法 咱们的添加和修改 它是同一个请求的地址啊 那么它用的是同一个表单 我们呢也用同一个地址 那通过什么来区分 我们呢可以通过有没有ID来进行区分 如果啊 它没有ID的话 代表呢 你现在是想执行一个添加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执行ID方法 如果它有ID 代表呢 你是想执行修改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执行修改方法 那么返回信息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返回一个result 在里面呢 封装两个信息 封装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因为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很多的这个 呃 json的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下封装 我们所有的json的返回结果呢 都是啊 一个这个 这个 麦克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成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 result 里面放一个 status 等于 true 并且呢 把提示信息给他 否则的话呢 我们写一个 status 是 false Error result 那当我们这提交成功了之后啊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给他返回一个 message utl.get success 这个地方呢 告诉我们编辑成功 这个呢 是添加的方法 那你在提交的时候呢 是你点击这个ok的时候 提交这个按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击提交的时候 需要用阿甲克斯去进行提交 提交的地址 是咱们刚才写的act等于edit这个地址 提交的数据 是咱们刚才写的这个form表单的序列化之后的数据 所以呢 你拿到这个换文表单 并且呢 把它序列化一下 然后提交的方式 提交成功之后 回调函数 我们要判断一下 返回的结果 如果返回的是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就进行成功的操作 否则的话呢 给它一个提示信息 好 那在这儿 我们进行这个成功的操作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关闭这个deleg close 接着呢 我们要让这个表格刷新一下 去重新加载这个表格 重新加载表格 就是让它重新漏的一下 我们呢 现在来进行一下测试 先登录一下 我们再来进行一下 再继续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请求地址啊 它是请求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后台它有什么错误 它现在告诉我们呢 Circle语句有错误 那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啊我们没有写这个表格表明啊 Insert into这个肉 那我们现在呢再充起一下 小心 我们下车 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啊 这个角色呢已经被添加进来了 然后呢我们去数据库里面刷新一下 也可以看到这个角色现在添加进来了 那剩下的一个呢就是它的修改功能了 修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点击这个修改按钮的时候 这啊 Do Role Update 首先你修改的时候呢 你需要先选中一行数据 选中一行数据呢 调用的是它里边的 Get Selected的这个方法 这个呢是获取选中的这一行 那如果你哪一行都没有选中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否则的话呢你需要打开这个 啊 Dialog 然后呢在这个Dialog它打开的时候啊 我们呢需要去定义它打开时候的一个事件 在它打开了之后 我们需要呢 去这个给那个Farm表单啊 进行一个复制 就是在这儿当你点击修改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里边的Farm表单进行一个复制 那复制的时候定义的 是它的unload的这个事件 拿到刚才的这个Farm表单 让这个Farm表单里的数据进行复制的话呢 调用的是它的load的方法 然后复制 啊 我们可以给ID进行复制 那复制时候来的数据呢 就是从当前选中的这一行里面来的 然后给Name进行复制 Remark Status 我们现在呢刷新一下页面 点击这个角色管理的时候 当我们一行都不选的时候 点这个修改是没有这个反应的 然后当我们点击修改的时候 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 你点击提交 那么它已经被修改了 并且呢 你再去编辑的时候 它呢 状态也已经改变了 我们去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啊 它对应的呢 就已经改变了 这是一个修改的啊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剩下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分配菜单的操作了 你选中一行之后呢 你点击分配菜单 首先呢 要弹出这个所有的菜单选项 然后让这个角色呢 去进行选择 它可以访问哪些 访问哪些菜单 那这个菜单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写到 数据库里面 就把左边的这些菜单呢 全写到数据库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一张菜单表 在这里啊 我们看这个菜单 菜单呢 首先呢 它拥有一个菜单的名字 然后呢 它是一个层级菜单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它有这个副菜单的ID 还有呢 就是它请求的地址 是什么 这个请求的地址的话呢 和咱们这个数据库里边的呢 是和咱们这个系统里面 是相对应的 那这个啊 菜单管理 我们可以先不管它 那我们用户管理 也可以先不管它 那我们现在呢 是有一个角色管理的 这样的一个菜单的 那你访问角色管理的时候呢 act等配置 这个是我们访问角色管理时候的 请求的地址 那你要去操作它的话 首先呢 你要先写一个菜单类 对 来 来 来 还有Name和ParentID 在组装菜单的时候呢 一个菜单下面还会有子菜单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写一个children子菜单 菜单呢 是一个竖型的菜单 所以呢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下呢 是这个啊 children children呢 这个你不需要去改它 因为我们在写这个竖型菜单的时候呢 它默认的啊 它呢 子菜单就叫children 那现在呢 我们要查询出所有的菜单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一个menu 我们要把所有的菜单给它查出来 写一个对应的mapel 伟造的mapel 按摩 在这儿呢 有一个地方啊 大家还是改一下吧 因为我们在使用easyUI的数的时候啊 他默认的呢 他需要的这个菜单里边的数节点的文字叫text 所以呢我们写内幕的时候呢 还需要预外的处理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给他封装成一个就叫text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页面上操作的时候呢 会比较方便一些 用l地址 我们在这儿呢 这个地方 我们查询ID Name ParentID和UIL 然后这映射的时候 我们把Name映射到Text这个字段上面去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菜单就全部的查询出来了 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封装这个层级菜单 那就需要写一个Service 这个地方呢 是获得竖型菜单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写成getTreeMenu 去写它的实现类 实现类里边呢 要写Service注解 然后呢 实现MenuService接口 注入ManuDom 这个地方 息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